就確定說我自己是同性戀 就偏向同性戀 也沒什麼跟我們講 然後可能是被我們同學發現他是什麼樣 他們就覺得我很噁心 做自己就好 你們開心最重要嗎 找到自己喜歡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喜歡一個人就不是 有沒有什麼性相之分 就只是心思所向 同學我想請問一下 你認識同性戀嗎 請問你們有聽過同性戀嗎 有 哪就是 他是 等一下等一下 來來來 他喜歡10個男生 我是真的嗎 沒有一個啊 就一個一個 就是你目前是確定你的性相的 基本上是 是喜歡男生 男生 OK 那其實我們會做這個題目呢 是因為我們聽過非常多的傳聞 跟在學生時期呢 其實很多的東西是不是不被尊 對於這件事你的看法是什麼 他們就是一期是同性戀者不太好 那你自己有曾經遇過這樣的狀況嗎 有 被我們班同學霸凌 等一下是他們嗎 不是他們不是他們 不是他們不是他們 他們是好朋友好朋友 OKOK 可以跟我描述那個過程嗎 我那個時候就是也 剛開始也不確定我自己是同性戀 就是我後來有去做檢測 就確定說我自己是同性戀 就拼下同性戀 也沒什麼跟我們同學講 然後可能是被我們同學發現還是怎麼樣 他們就覺得我很噁心 嗯哼 你怎麼反應這件事 就 自己做自己啊 不理會 對 OK 受傷嗎 還是有 還是會有一點在意 對 可能跟你一樣有相同性向的朋友 你有什麼話想對他們說嗎 你們做地理就好 你們開心最重要嘛 找到地理喜歡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對 對 想跟那些歧視你或是歧視這個性別的人說什麼 3 2 1 你們去死啊 OK OK 給他一個掌聲 來來來來 我這邊給一個位置 對於同性戀這個話題 願意跟我討論的站出來 來來來來 你也是嗎 沒有 我 我前尼尾是同性戀 尼尾跟你分手 我變同性戀 他其實是雙性戀 是 OK 所以他其實是兩邊都會喜歡 對就是都可以 那我想問你就對於 看到有人被欺負或被霸凌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可能幫助他嗎 可能跟他聊天 然後陪伴他 OK 了解 所以你身邊也是不法有這些朋友的 對啊 呃大概三四個 那你曾經有聽過最糟糕的狀況是怎麼樣的嗎 你說同性戀嗎 是 兩個都在一起嘛 然後 因為家長很排斥 是 然後就被迫分手 好像是 有一方媽媽直接 直接去罵另外一方的家長 那結果呢 然後兩個在吵起來 直接 在學校嗎 沒有在群組 就是他們一個賴群然後吵起來 所以他是 抨擊另外一個家長說 怎麼可以 灌注這種觀念給我小孩嘛 對 那對於這樣的家長 以及這樣的行為 你有什麼話想說嗎 愛情這種東西就是 自己喜歡 最重要 因為也跟人生的每條路一樣 都是自己去選擇 自己選擇出來 是 對 就跟愛情一樣 愛情也是自己去選擇 OK 了解 好 同學謝謝你 你們有聽過同性戀嗎 有 對於同性戀的看法是什麼 嗯 我認同 我覺得可以 呃 支持 非常支持 非常非常非常的支持 哈哈哈 我也很支持 可是 我以前有想過 我可能 哪一天會突然變成同性戀 可能在以前一點 我會 就是 跟女生 會 比較close 對 然後跟男生就是 走開了 OK 現在現在就還好 如果假設今天 你看到一個被霸凝同性戀 你們會怎麼做 會去關心他 然後給他一些鼓勵的話 關心他 然後 可能是幫他跟老師講之類的 去跟他講大道理 我覺得 真的不要在意別人的眼光 就是同性戀就是同性戀 霸凝這種事情 好像還是要先告訴老師比較好 我覺得我會去陪他聊聊天 然後問他 需不需要幫助之類的 那我想問你們 在你們以往的經驗裡面 有老師在跟你們宣導 或教導你們類似的觀念嗎 我們是音樂課的時候 老師有放紀錄片給我們看過 就是播玫瑰少女 哦 你們曾經有沒有想過 或是摸索過 自己搞不好是同性戀 有 有 我覺得我可能是雙性戀 因為我 對 就是跟女生 女生接觸 也不會反感 就是什麼 爆爆 然後 像我跟我閨蜜 有時候會 就是 親戀家 對 對 但我也不會覺得反感 對 所以我覺得 應該 可以算是雙性戀 那我問你哦 那 當下你是會感覺到 不一樣的那種 有戀愛的氛圍嗎 一點點 就是還在摸索當中 對 OK 你呢 呃 其實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我覺得我是 我其實看到正面我會心動 因為 真的覺得很正啊 他長這麼好看 就是有時候我會在我們班 然後開始 就是跟 就是我們班女生抱抱啊 親親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親親啊 之類的 喜歡跟戀愛的感覺嗎 呃 這個 其實還好 就是沒有那種感覺 因為 朋友 太好 是 是 可是你覺得 你可以跟一個女生 在一起談戀愛的 我覺得 思想上 跟生理上 都會比較照顧到 所以 我覺得跟女生談戀愛 其實也不錯 這也沒有什麼成型 就是他還在摸索 他到 他自己性別的過程啦 請問 你們有沒有聽過同性戀 有 你們對同性戀的想法是什麼 呃 不反對 我 OK 因為我也有朋友 是跟同性戀 OK 那你們曾經看到過 就是同性戀被霸凌的狀況嗎 有啊 就是朋友說 媽死娘炮 我自己是不會這樣子啊 別人如果真的這樣子 我也沒辦法 真的去控制他們 如果有人這樣 對待這樣的性別 進行霸凌 你們有什麼話 想要對那一些 施暴者說的 你先 每個人都有 他自己心裡面的 一個個性 不一定要從外表上去看 說不定只是爸媽給他生錯性別 哦 這個好棒哦 來來來你 你必須把我的世界掉了 哦 請問你們有聽過同性戀嗎 這邊有一個 來來幫我出來一下 你是從什麼時候知道你的姓像的 就是喜歡就是喜歡 跟性別沒有關係 就是你 呃 可能不是某一天發現 而是你 瞬即自然的知道 你自己就是喜歡同性 對 現在這個社會越來越開放了 然後我本身是雙性戀 我覺得大家不用去用 異樣的眼光去看待這件事情 有一句話就是 喜歡一個人就不是 有沒有什麼性向之分 就只是心之所向的人 那你曾經有跟 同性交往過嗎 有 感覺呢 女生很麻煩 女生 蛤 為什麼怎麼說 就是女生的心思 會比男生來的 更複雜 心力大概200倍 嗯 差不多 OK 嗨大家好我是憲民 這是我們第二集的同性戀主題 那我看完上一集的留言之後 我在底下看到有很多人說 憑什麼一定要強迫我們接受 我就不喜歡啊 怎麼樣愛到你們了嗎 不不不不不 就是怎麼會看完一支 這麼正向的影片之後 會得出這樣子的結論 只是要你不攻擊 僅此而已 你可以討厭 你可以不喜歡 沒有人強迫你一定要 愛任何一個群體 但不攻擊 很難嗎 如果大家有好好的把影片看完 就會知道 我們倡導的是 自由的探索 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價值觀 而不是鼓勵你要當同性戀 還有人在底下留言說 同性戀會導致人口滅絕 我吃窮了 我真的吃窮了 裡面的受訪者都是未成年人 所以你波及的言論 也只是 顯得你很幼稚 就這樣 OK 也非常感謝這支受訪的同學 你們都是台灣的未來 謝謝你們 你們超棒的 就這樣 願所有人都被刪在我時間 明星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全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